就是今日候選人的資格審查委員會 已經公佈了和刊獻我的提名是有效的 即是說我是合資格的候選人 在參加202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亦都確認了我的提名數目是786 我的提名是合資格的 今天的宣布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因為正式確認了我的提名身份 我可以更加全面展開我的選舉工程 我首先要多謝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在假期間都舉行會議 來確認我的身份 我是衷心感謝的 我亦都感謝提名我的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亦都有很多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他們是給了很多意見我的 所以我是衷心多謝他們的 亦都意味著我可以更加多機會 特別去和不同的人士拿意見 以及去一些地區做一些訪問 我和我的競選辦的同事 會繼續努力去展開我這方面的工程